高捷延伸线RK1岡山站正式通车启用 RK1站旁的东基地开始征选开发投资人 这已经是高捷公告后四年内第八个联开案 目的在于增加市府收入 挹注捷运建设经费 提升地方发展与不动产市场的活络 多管齐下力求有效率的创造都市前景 联开案件都以开发住宅为主 部分的案件结合商业设施 例如商办百货住商混合大楼 透过导入企业办公零售跟餐饮 也能够创造在地的就业需求 其中近期备受瞩目的也有Y10联开案 今年三月刚签约 捷运局希望能在捷运完工时 与联开案设施同步提升周边的都市改造 作为黄线23站中达头镇的案子 在地里长势喜忧参办 期盼繁荣之余也担心后续交通 是否会影响社区长辈 不过把土地开发成大建物 有些市民比较无感 除非有些公益的设施 捷运局说明除了RK1西基地 有日间照护中心 R20的后境联开案 也会支持国家的设宅政策 另外对于社会住宅 目前已经是国家的重要政策 那R20的后境战的联开案 捷运局也规划至少700平 规模以上的出土住宅 能够来协助支持设宅政策 对比台北已经有多年捷运联开案经验 而高雄捷运系统成熟的比较晚 近年开始猛冲进度 也期盼能兼顾多方利益 创造新兴向荣的城市生机 记得张士兵李凡飞 攻凶摸斗 再次准备